巡回国际的真善忍美展目前正在国力成功大学展出30多幅画作 以正统写实的绘画技巧展现修炼法轮功的美好 以及学员面对迫害的坚忍不屈 让许多观赏者相当感动 坚忍不屈的神情 故而眼眶里的泪水 一幅幅栩栩栩如生的写实画作 每一幅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故事 这幅画脑印象最深刻 那那个画中里面 那个女孩子可以从她的表情感觉她的纯真 她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 那个信念希望去表达她的诉求 我看到孤儿泪我感动最深 每一个人有温暖的家庭 带去孤儿泪的那个女孩子 她的父母只是为了追求心灵上的 一个更高层次的境界 结果付出的代价是让她的小孩成为孤儿 这我们是很不愿意去看到的 这三十多幅画作都是来自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 由成功大学法轮功社团邀请到校内展出 我们大家都是很受到这些画作背后的故事而感动 然后我们也同时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知道 就是在这场迫害背后的真相 然后希望大家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感动 参观民众在聆听导览过程中 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都感到一份填膺 这个是相当相当违反人权严重的问题 所以中国如果说用那个器官移植那个大会 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反对 因为他所所取的这些器官是完全不合法 而且完全不能道 这个懂得国际法的一些人士 大家一起来声讨这个不道德的事情 就是至少要在国际上能够有一些发声 清零现场从艺术家笔下呈现当代历史 真实感受法轮功群体用生命实践真善忍的历程 新唐人亚太电视时近望台湾台南报导